好那另外再来看到的是在这个16号 习近平会面了比尔盖茨 那么习近平对比尔盖茨说 你是我今年在北京会见第一位美国朋友 那么大夫不走国强必霸的老陆 中美关系基础在民间 所以他就非常的欢迎啦 欢迎包含微软在内的美国公司 把他们的人工智慧都能够来带到大陆 那我们可以看到比尔盖茨4号抵达 大陆在15号呢 也跟北京市场会谈16号在会面 这也是两个人回为8年再次的会晤 同时就像习近平讲的 好这是近年来他首次来接见外国的企业家 比尔盖茨现在已经从这个微软退休了 所以微软的AO他也没有管 他专心在做慈善事业 他把他的绝大部分的财产都捐给他的慈善基金会 而且他的好朋友是巴菲特 立下遗暑要把他的百分之九十八的财产 也都全部作为这个比尔盖茨基金会 的一个做慈善款用 所以他现在的身份应该就是一个慈善家 那习近平主席 在跟他见面的时候特别提到 寄希望于美国人民 也就是说中美的关系是要寄希望于美国人民 好像不寄希望于美国政府跟美国政客 民间 对人间 因为他讲的是民间 他讲说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 就是中美关系 那这什么含义呢 就是说美国人民的民意就会影响到美国的政客 那现在比尔盖茨在美国民间的是有很高很高的声望 那个声望不是拜登这些能够比的 所以透过这个比尔盖茨的一个接见 是可以传达讯息到美国社会去 表达中国的一种善意 那也同时当然因为第一个接见 他也表达一种谢意 因为比尔盖茨一向是对中国蛮友好的 包括在新冠肺炎疫情期来的时候 他有直接了当的赞助中国 然后帮忙中国在解决这些疫情的问题 而且当中国被污蔑说 哦那个新冠肺炎 就是你从里面实验室跑出来的 他也说讲公道话 他说没有不可能这种情形 所以他算是一个很可靠用中国人的语言 就是这是一个很可靠的老朋友 所以习近平特别接见他 也在传达讯息给美国人 当然现在是外交大事情正在演变当中 就是我们看看今天是 应该已经正在谈了 就是布林肯应该正在跟秦刚他们在谈事情 那就看今天晚上谈的结果怎么样 目前还没看到新闻稿 那就看看如果谈得OK的话 也许明天你可以看到习近平主席 还没到 还没到 6月18 他算台湾时间是6月19早上 对对对 68不是台北时间 北京时间 美中时间 美中时间 那是明天 那你可以看到说到时候习近平主席 如果是核源月社的接待布林肯 表示从后面谈的有一些进展 还算愉快 还算愉快 那如果习近平主席 很简短的就把布林肯给打发了 表示 就one night in北京 搞不好不见 对对对 所以要再等一下吗 还没到 对对对 是只有one night in北京 没有one day in北京 就不见了 不见的机率比较高 我觉得不见的机率比较高 对啊我也认为不见的机率 就完全看到是见面 就对比了别人开始 就做一个对比 就看他们见面的成果 特别释出这样一个 因为现在还不想谈的什么样 那刚才我讲过了嘛 就是布林肯他们希望呢 就是降低冲突 那原则上就是台海冲突 是不是要解放军 不要在台海坐背 有太多军事活动 那你美国呢 美国要做什么表态 相对什么表态 然后台湾的 这个台湾的 领导阶层这些人 要做什么相对的表态 这个都是一环接一环的 对不对 那你要民进党当局 做什么 对 紧张注意 不是 就是布林肯 你回去告诉你们拜登 你看你们 你们怎么管好蔡英文 跟赖清德 我们再来决定 我们要如何管控冲突吗 这是冲突管控的一环 如果说这个蔡英文跟赖清德也不受控 那你拜登 你自己也控制不了 或者管管你们的众议院 参议院 那众议院参议院 你管不了共和党 你至少管得动 使民主党吧 所以一环接一环 这个一定谈判重点 还有你卖给台湾的武器 还有人家台湾盖什么弹药库 我也不晓得这个亚洲最大的代料库 要盖在台湾 要盖在哪个县市 高雄吗 台南吗 还是屏东 看各县市的 这个县市长 再表态一下吧 蔡英文好像也没什么选择 说盖就盖 对不对 连邱国政策不敢讲 说不盖啊 那对于这个管控冲突 这是要不要列入讨论的项目 还有你这个美军 要到台湾海峡的时候 要不要先登记一下 要不要先打卡一下 大家有个照会嘛 还有你行政的路线 那这个如果没有瞧好的时候 那可能你的飞机来 会不断的受到干扰 你的军舰来会不断的受到干扰 那万一擦枪着火 击撞击撞箭 就到时候看谁命大了嘛 是 好可以看到 那所以现在大家还在看嘛 那普敏肯到底会不会跟习近平呢 见上一面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包含了将军啦 亮哥都觉得 这个我补充一个细节啊 那个比尔盖茨到中国大陆的时候 刚好传出微软的亚洲研究院 就在中国啦 要把他的人工智能的高阶人才调到加拿大 所以这个时间点蛮特殊的 这个新闻是6月12号传出来 就说他要把人工智能 尤其是机器学习那一块 要把人才调走 那个微软亚洲研究院 他在整个中国大陆雇用有9000人 那人工智能就最高阶那一块他要移走 那我不知道比尔盖茨 因为比尔盖茨真的已经离开他的职位 他已经67岁了 那他这个时候来到底要做什么 他的基金会当然主要是做第三世界的公共卫生 药物研发那一类的 那个中国大陆可以给他很大的帮助 因为联合国的周边组织 只要是跟第三世界有关的 中国大陆不是秘书长就是副秘书长 那他很多东西都需要跟联合国合作 对对对 那我不知道因为 我看到美国有一些媒体就直接写说 因为中国大陆话讲得很白啦 他说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嘛 那中国也乐于跟美国人民 继续友好往来 希望AI带到美国 没有讲到这个 不因为坦白说啦 因为他现在也不能代表微软讲话 可是他是创办人 他说得上 是有个指标的意义在吧 他说得上话啦 可是中美大陆没有讲得很白啦 说什么 事实上他并没有讲说什么 欢迎微软的美气把AI带进中国 没有 没有讲 习近平没有讲这个话 没有 这个没有讲 AI没有 不因为他 我跟你讲 中国大陆外交部发的新闻稿是写 比尔盖茨基金会董事长 他是用基金会董事长的名义 不是微软 是 不是微软 好 所以呢 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但后续呢 大家还在关注 感谢您的对精彩 请不吝点赞 李卓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李卓 请不吝点赞 李卓